往后撤 全都给我往后撤 将军阁下 你是知道的 黄金 就在这些八路的手上 如果 今天让他们逃走了 他们会把黄金 带到八路的根据地 那么 我们帝国的事业 就会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 截断黄金之路的计划 也会彻底失败啊 大藏区 拦截黄金的事 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 这一点黄金 起不了多大作用 你不要冲动 千万不要冲动啊 将军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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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帝国军事的 强傲和榜样 他为了完成任务 不惜舍弃自己的神秘 也不会放过 一个敌人的 大家 都看见了吗 看见了 大藏区 大藏区 你疯了吗 小教 快点 快点 快来 等等 怎么了 这个地方好像来过 俺做了一个梦 梦剑打仗了 不对 这好像就是 俺在医院里梦见过的 那个地方 梦不梦的现在不重要 赶紧走 不行 石头这回恐怕会有事 小教 凤小教 林公回来 将军阁下 我已经完全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抓住这些八路 为你报仇的 而且 我会把你的事迹 传报给司令部 以后 帝国的所有的人民 都会记住 你的影响实际的 啊 大藏耕作 你全心想谋怀我 你是故意的 你就想利用这些八路 雇用 快要换 再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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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日头 小姐 你傻呀 不要命啦 日头 你来说 那么多的大炸弹 咱们都冲过来了 这几个强子算啥呀 不算离心脏老远的呢 挺住了 被人瞅着就要到根据地了 到了根据地 肯定有人给咱俩治啥 是不是就为了 到了根据地 肯定有人给咱俩治啥了老哥 不是 咱们一定能到根据地的是不是 我们一定能到根据地的小巧 你要挺住啊小巧 你按住啊 等他俩删好了 咱俩就成琴 快撤 快撤 石头 带他小卷先走 快 快走 快啊 别人了 知道 我下去啊 我下去啊 盛南 带着机子 赶紧走 快 不 要走一起走 再不走来不及了 快去 刘盛辰同志 你的人物是什么 预送黄金 那你现在还愣着干什么 快不快走 可是为了这袋黄金 我们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 我不能再丢下你们任何一个人 盛辰 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努力 都是值得的 你明白吗 不可 白丁 走啊 马克 这剩咱们俩了 到了讨债的时候了 你们 把小鬼子欠咱们的债 一笔一笔的 全都讨回来 来 不是只有地主在过年的时候 才会跟求人讨债吗 行 咱们啊 当回地主 跟小鬼子讨债 小鬼子 过年了 一笔一笔 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啊 我们这是回去了 我们这是回去了 咱们得回去救他们 走 你就缺成这样的 咋嗅啊 那怎么办 快 老公公 咋了这是 小鬼子怎么了 小偷子 快走 走 打铁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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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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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哭 没出息的劲 俺不哭 你肯定没事 俺哭个啥 把你放下 把你放下 俺放下 跟 跟 跟 九妹子说 马上就到地儿了 快起来 快 快 起来 起来 石头 起来 你看啊 这天 像不像 咱狗家天啊 石头哥 石头哥 俺长大以后 要嫁给你 你要不要 要 石头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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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主人 searching 中队 海 自己 被藏損中 倢 阿嬷 Eye 驾 盯禾 盯禾 来 丁万 没事吧 没事 小鬼子 让你接着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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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大阁岭水 车 Turkish don't we don't think it's a lindo soul 就开 hearts 放开 老子 有 свят 走 老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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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吧 那我再拉 老公 弟子 我继续追 你们走吧 他们走了 沙 你不走了 你 你不走你上哪儿去啊 你管俺上哪儿啊 俺搭铁塔命剑了 俺本来因为俺救了你 俺能跟着你吃香的喝辣 可你看看这一路子 还懂受饿不说 这命都快搭上了呀 你还让俺跟着你 你有了解没有啊 俺原来好 还有个家 你说现在 你还让俺跟着你干啥去啊 你还让俺去跟着 跟着你挡子弹呢 你还让俺跟着你当枪使 你还让俺跟着你把命打上 你就高兴了是不是 时间够了 你的名字是假的 你的心也是假的 你知道吗 大铁塔 马上就要到根据地了 等到了根据地 就能让你吃饱了 然后给你治伤 你说这满山都是鬼子 你留下来就是送死 我们是不可能丢下你的 说得多好听啊 那鬼子追的 是你背着的这东西 你知道吗 俺来这队伍是干什么的 你知道吗 俺来这队伍也是冲着他来的呀 俺问你 俺到了根据地 你能把这分给俺几块吗 你要说分给俺几块 俺就给你走 你分吧 天哥 你别记得 你别说好人 走 走 走给我走 大铁塔 给我走 大铁塔 大铁塔 不管怎么说 俺都认你这个兄弟 一辈子的兄弟 别的就不多说了 别的就不多说了 你保重吧 天大哥 你跟俺走吧 走吧小兔子 走 我都说的 他就是在家里 就管你了吧 我没想到你了 就不肯定了 你要当做出来 吹 去 小鬼子 你也在这儿呢 快 小鬼子 你也在这儿呢 你也在这儿呢 火箭在这儿呢 来追啊 这儿啊 来这儿啊 这儿啊 来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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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爸爸哥的 哎呀呀 玩了吧 快走 快走小徒子 盛灯姐 我走不动了 我脚买了 再坚持坚持 马上就要到根据地了 起来 快点 起来 来 走 坚持坚持啊 小徒子 小徒子 抓住了 再转住了 小徒子 把手给啊 抓住 别让我不想死啊 小徒子 你拉住了 你拉住了 拐住啊 别滑 别滑 看看脚底下能不能整个弄大伤 能不能整个弄大伤 我说不上事啊 再转住了 别撒傻 别撒傻 你 你 你 小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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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子 小兔子 你没事吧 没事 理解他 远着他 看来 你跟小鬼的 再打上一仗了 这会儿 要是有点水喝就好了 得到了那根据地 还要喝上他一大缸子水 好 得到了根据地 喝上他一大缸子水 进口 一 二 三 打 走 姐姐 石头 你的事没事吧 我看看 石头 没事 石头 姜妹子 一会儿啊 咱们俩 还用老招 俺去把他们引开 你呢 就抱着筋子 赶紧了 给劲跑 冲着根据地就跑 你说什么呢 你一个人怎么对付这么多小鬼子 俺不都跟你说过吗 俺就是来 打不死的下家桥 这么多的炸弹 俺都冲过来了 就查这几个鬼子了 俺顶光几下子就把他们给废了 但俺解决了他们 俺就来追你了 咱们去根据地 你 到了根据地 你得答应俺 干儿整这儿军装穿上 让俺也疯狂疯狂 你答应俺不 我答应你 趁这会儿小鬼子没追过来 你就赶紧走吧 赶紧点 快 来 拿着黄金 走 快拿着 赶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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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一定要活着到根据地 一定要活着到根据地 听见没 大爷 在根据地等啊 一转飞过来 快点来 赶紧点 快点 石头 石头 走 石头 这里还有这么多炸弹的 石头 快拿着鸡子走 看确定 石头 車头 记住吗 让我把他教给你 兄妹的 按送一个 刷肥刀的 今天 能跟你们一起送金子 你说 俺这是杀好命啊 老柯 钉子 大铁塔 小乔 小兔子 还有俺的三十三个兄弟 你们都是来帮助俺的 是你们 把俺从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变成了一块金子 石头 俺叫着 俺已经闪过光了 这辈子 知 石头 你一定 你一定 一定要活着 一定要活着 你不是说 你是一针打不死的家乔吗 那你就要活着 那你就要活着到根据地 一定要活着到根据地 听见没 听见没 都快传不上来气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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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小鬼子又宠物上来了 赶紧的 赶紧的 赶紧走 拿着金子 快 快 赶紧走啊 跑 石头 我赶紧走 别滑 趕紧走 爬 我求你了 舅妹子 我求你了 快点走 爬 爬 打毁他 快跑啊 跑 师头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一定要活着回来 ineffective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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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sites 爹很快 让我炸死他 把我炸死他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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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石 那时候奶奶说 她又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 明明感觉到蛋片已经在血肉里移动 明明双腿已经布满伤痕 双脚满是血泡 明明已经疲力机 已痛不欲生 可是 奶奶说 她那时始终能听到石头一叶的喊声 跑啊 快跑啊 眼前 她似乎还看到了那一张张蓝望的面孔 王连长 苏指导院 春文 春兰 冷眉景 金队长 陆大哥 宋队长 大林队 那么多的战友 兄弟姐妹 在前行的路上 为了同一个理想 他们义无反顾 无怨无悔地倒下 而今 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沉甸甸的包裹上 自己绝不能再倒下 奶奶说 她那时茅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绝不能倒下 阿倩 尤其是 阿倩 那是 阿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想象不到 在当年的枪林淡日 艰难困苦的环境里 人到底能迸发出多大的能量 我们走过的那一路有 每次讲到这里 奶奶都会露出淡淡的 有些苦涩 有些悲伤的笑容 他说他是幸运的 他没有辜负战友们的希望 他送到了黄金 完成了使命 在后来的岁月里 还有过一些艰难的关头 他也都坚持了过来 这才看到了今天 这幸福美好的心中 奶奶总是会充满期望地说 自己一定要活得久一些 再久一些 因为他不只是自己在活 他还要替石头爷爷 张克爷爷 很多牺牲的战友们去活 去感受 去好好地感受眼前这安宁 平静 温馨 富足 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攻击他的师父们 这样的新中国 新社会 就正是当年 他们甘愿为之力尽艰辛 抛洒热血 甘愿为之舍弃生命的愿望啊 人人哪个都不说回 一梦山 一梦山 盛岚 为了让这事里边写的 早一天成为现实 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牺牲 都是值得的 你明白吗 青山那个绿水 我知道奶奶口中说的那些人 那些注留在她心里 让她始终念念不忘的人 他们是在奶奶的记忆里 熠熠闪光的金子 他们是在那个黑暗年代 在暴风雨中 始终摇曳不灭的烛光 他们是一条条顶天立立的汉子 他们是一张张美丽动人的面容 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是一个个高贵的灵魂 我没有见过她 但我想 我不会忘记她们 他们是奶奶 他们是这个新中国的基石 与铺路人